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凌晨起已经关闭 街上人流明显减少 当局规定市民要留在住所 但可以外出做检测 和购买生活物资 而维持社会必要运作 以及居民生活所需的服务 就不受影响 而上班的市民 需要持有政府发出的特许工作证 才可以外出和搭车 截至早上11点半 当局已经发出超过7000张证 当局形容新措施 是要令社会处于相对静止状态 与驻澳门记者黄维之谈下 措施生效的第一日 市面的情况怎么样 今早来说 都见到市面上少了很多人流 平时人来人往的区域 现在都是得非常少的人流 而平时经常设施的新马路 现在都是暢通无了 可以见到 其实现在市面上除了超市 街市、药房等这些店铺之外 其实大部份的店铺都是闪门 再不然就已经收拾了 是出租着的 我们也去过很多的街市和超市 都见到其实人流都不是非常多 也未见到需要排队的情况 其实在新措施之下 澳门政府都首次推出了口罩令 成人如果出门的话 必须是配戴KN95或者以上标准的口罩 如果违反的话 经警员劝语不听 最高可以判监两年或者罚款 政府日前亦都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 其实即使放狗都不允许 不过之后就更新了情况 就说如果狗仔没办法在家里变力的话 狗主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和距离解决 我们会继续在跟进澳门的情况 将时间交回给新闻报 谢谢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预计 近日每日约有2500人次 由深圳湾口岸离境 政府将透过预约检测 以及提升检测量等措施 减消市民等候时间 目标是少过两个钟 我们昨天都看过 孙检测的供应商 他们已经加了很多设备 由原本它有23台的快速核酸检测机 他们很短时间已经拿了24台 另外的24台来的 是可以提升检测量 确保市民不会等很长的时间 我们的目标就是 希望可以让市民不需要等超过两个钟 甚至是90分钟就可以过关 美国总统拜登重申 未决定是否放宽部分中国货关税 但官员预计很快会有结果 中方呼吁尽快取消关税 强调贸易战无赢的 为了压抑在40年高位的通胀 美国考虑放宽部分上任总统特朗普时期 向3000多亿美元中国货加征的关税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明 已经向总统拜登汇报分析结果 预计他很快会有决定 但同意即使减免关税 也不会令通胀大幅降温 强调主要目的是帮助消费者 减轻在部分家庭用品的成本 认为仍然有理由这样做 最重要是任何行动 都不可以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 雷蒙多早前提到 降低单车和家庭用品的关税是合理 拜登在特拉华州踩单车的时候 就强调需要进一步讨论 现在未决定是否宽减关税 中美之间仍然有不少争议未解决 例如企业财务审计 彭博上星期五引述消息说 双方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 正是继续完善协议草案 但会计抵稿的编辑范围仍然是主要障碍 美方一直要求必须查看 完整的抵稿 否则根据美国法例 当地上市的中国企业 最快后年开始可能被强制除牌 路透上星期五也引述消息说 美国积极讨论禁止出口 制造14纳米或以下的先进晶片设备 去到中国 可能影响中心国际等技术发展 但容许继续生产较传统的晶片 避免影响供应推高物价 中方一直敦促 尽快取消全部关税 强调在全球通胀高企的形势之下 做法有利中美两国和全世界 贸易战和关税战都没有赢家 又反对打压中国企业 会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合法权益 在财务审计方面 和美方初商已经有积极进展 正是致力形成具体合作方案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天报导 看看港股表现 恒生指数中吳修市部21,130点 跌595点 总成交超过652亿 看看最活跃股分表现 恒生中国企业跌2.28 阿里巴巴跌7.1 腾讯控股跌10.4 美团跌9.3 比亚迪股分跌16元 凌赋基金跌5.8 南方恒生科技跌1.6 腾胜博弱升3.1 友邦保险跌2.4 京东集团跌10.4 再看看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跌5毫 友邦保险跌2.4 中移动跌5先 港交所跌10.2 香港中华煤气跌1.2 恒生科技指数跌178点 报4629点 互港通额用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余额是409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户股通每日额度余额是525亿人民币 至于深港通的额度使用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余额是418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深股通每日额度余额是542亿人民币 内地股市方面 相证综合指数跌48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289点 回来新闻时间 立法会国建工程 由有份兴建综合大楼的工程公司 协卿工程有限公司中标 公司联同政府建筑署代表 今天向立法会、行管会介绍工程内容 应行管会的要求 建筑署和承建商 需定期向行管会汇报工程的进度 抗议工程第一期 包括新增11至14的议员楼层 和由地下至10楼的三角区域 将于今年7月开始 不迟于在2025年6月前完成 明年年初你才开始见得更多的事情 因为初步要做很多设计 和秘书署联络 商讨、细节等 电车即日起加价 但因应建造商会举办免费乘车日 市民今天可以免费乘电车 电车成人飞加4号 最新收价是3元 小童和长者就收个半和个三 月票加40元 最新票价是260元 游客票就取消 政府早前表示 电车自2018年调整车费以来 面对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竞争 以及长期受疫情和社交距离措施影响 乘客量下跌 车费收入减少 有必要调整车费 维持财务可持续性 而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香港建造商会 今天举办电车免费乘车日 转体下国际消息 日本参议院改选有结果 在前首尚安倍晋三与食音埋下 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大胜 维持参议院过半优势 连同其他支持修宪的党派 也保住动以修宪所需的三分二议席 首尚岸田文雄说 暴力不能动摇选举的民主基础 选举后会致力振兴经济 日本参议院选举 星期一凌晨宣布最后结果 自民党总裁兼首尚岸田文雄 在东京党总部公布胜选的党内候选人 由于前首尚安倍晋三上个星期五月食身亡 今次未有好像以往用红花 而是改用粉红色绍花球 标示当选人 岸田文雄强调 选举作为民主的基础 不会被暴力动摇 又或执政联盟在选举之后 会致力改善民生 共同社报道 今次选举投票率大约百分之五十二 参议院248席入面 有一半即124席改选 加上神奈川院一席保选 合共涉及125席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执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民党 赢得76个议席 比改选前多7席 连同不用改选的70席 已经肯定维持参议院过半数优势 争取修宪的执政联盟 连同在野的日本维生会 和国民民主党 目前已得到177席 多过动议修宪门栏所需的166席 自民党一直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 即和平宪法 确立智慧队地位 但有分析认为 修宪应该经国会充分審议和讨论 不应该在悼念的气氛当中匆忙推动 无线电视记者阅明卓报道 美军航母杜鲁门号上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机被强风吹下海 当局指杜鲁门号上星期五在地中海遇上狂风大雨 甲板上一架Fa18超级大黄蜂战机被强风吹下海 当时机上没有人 甲板上也没有其他人受伤打骂 杜鲁门号红武战斗群 自去年12月起部署在欧洲 事发时正进行海上补给 一个船员在恶劣天气下 执行任务的时候受轻伤 目前情况稳定 澳门市民今天开始如非必要不得外出 所有工商业场所暂停核作一星期 奴宠马说将会透过多项措施 减少深圳湾口岸过关的等候时间 目标是少过两个钟 各位我是彭建华 澳门新增59宗新冠阳性个案 今年的疫情累计1526宗 澳门市民今天开始如非必要不得外出 所有工商业场所暂停运作一星期 街市、超市、餐厅和药房等等 就不受影响 澳门的赌场凌晨开始已经关闭 街上的人流明显减少 当局规定市民要留在住所 但可以外出做检测和购买生活物资 而维持社会必要运作和居民生活所需的服务 就不受影响 要上班的市民 需要持有政府发出的特许工作证 才可以外出和搭车 截至早11点半 当局已发出超过7000张证 衣武卫生局局长劳宠贸预计 近日每日打有2500人次 从深圳湾口岸离境 政府将会透过预约检测和提升检测量等的措施 减少市民等候时间 目标是少过2个钟 我们昨天已经看过 核酸检测的供应商已经加了很多设备 由原本它有23台的快速核酸检测机 他们很短时间已经拿了24台 另外的24台来的 可以提升检测量 确保市民不会等很长时间 我们的目标就是 希望可以让市民不需要等超过2个钟 甚至90分钟就可以过到关 政府提出在天水围兴建永久街市 预计2027年落成 不少居民都说期待 希望多了竞争令到物价下跌 但分区委员会建议 当局要在招标入手 避免垄断 上阁政府在数年前宣布 在天水围兴建永久街市 选指是天水围港铁站对出的这段天覆路 根据政府文件 新街市楼高三层 会在现有的道路上兴建 和港铁站相连 不同的楼层有花圆 亦有公众座位 浴衣室等等 部分建材会选用抗菌物料 洗酒间安装自动门 和感应水龙头 亦会采用先进的空气净化系统 以消除而味 而为了加强食物安全 新街市设有冷气的独立储存室 暂存清晨时份送到街市的珠殼 工程造价近15亿 那15亿 我就不知道贵不贵 不过如果三层应该会多些 和会大些 和会买不同款的东西 那我们多个选择 希望它多的话 竞争大了 我希望物价会那么贵 我想政府开会便宜些 就是我那次的了 过往天素围的街市主要由私人营运 政府到前年年底 才是天秀路兴建游食环署管理的临时街市 有分区委员会委员说 现在临时街市的物价不算便宜 天素围区里面的街市 没有那么大分别 可能AA赛档 和B赛档虽然是不同的名字 但其实它可能是同一个老板 虽然天莫街市是用一个新的招标模式 不过我印象记得 它那个招标其中的条款 都是有经营的 也是以前的投标人 所以在未来新的街市 我们多番和食环署开会 到时是怎样招标 到时怎样管理 街市兴建期间 工程会分阶段进行 行人和车都可以继续使用天福路 公共交通服务也会维持 尽量减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母线电视记者 吴家軒不道 立法会扩建工程 由有份兴建综合大楼的工程公司 协兴工程有限公司重标 公司联同政府建筑署的代表 今天向立法会行管会 介绍工程内容 应行管会的要求 建筑署和承建商 需定期向行管会 回报工程的进度 抗认工程第一期 包括深圳11至14的议员楼层 和由地下至10楼的三角区域 将于今年7月开始 是不迟于在2025年6月前完成 明年初你才开始见得更多的事情 因为初步要做很多设计 和秘书署联络 商讨细节等等 河南乡镇银行移涉幣 持续发酵 千几个无法提取存款的存户 到省会郑州请愿和保安人员冲突 据报有多人受伤 路透社取得的片段可以见到 多个请愿民众和便衣 保安人员发生拉扯和推撞 有人向对方订水瓶 多人被保安人员拉走 或者拖离现场 大派民众 在中国人民银行 郑州支行外面请愿 要求河南多间乡镇银行 归还存款 期间当局曾经用阳升器 警告在场人士行为违法 要求他们离开 河南多间乡镇银行的存户 4月开始无法提取现金 并因为防疫健康码被转为红码 而无法出门取回存款 五个郑州官员 长期后因为滥用健康码遭到处罚 新闻时间最新的消息 运输署署长罗淑佩 发足测试呈阳性正是进行隔离 转体下 事件局西盈盘项目中五折标 项目位于崇庆里和桂香街 地盘总面积超过11000平方尺 可见楼面面积94000平方尺 可提供达160个单位 市场估值高达近16亿 每赤楼面地价最高17000元 五月初的时候合共收到34份意向书 包括行地、华贸、中海外 和保利事业等等的发展商 都有递交意向 看些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中五收视报21,130点 跌595点 半日总成交652亿 最汇约港股中五收视价 恒生中国企业跌2.26 阿里巴巴跌7.1 腾讯控股跌10.4 美团跌9.3 碧亚迪股份跌16元 刑负基金跌5.8 南方恒生科技跌1.62 腾胜博弱升3.1 有帮保险跌2.4 京东集团跌10.4 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活方控股跌5.0 有帮保险跌2.4 中移动跌5.0 港交所跌10.2 煤气跌1.2 恒生科技指数4629点 跌178点 内地股市上海A股跌51点 上证综合指数跌48点 深圳A股跌42点 深圳成份指数跌289点 美国总统拜登重申 未决定是否放宽部分中国货关税 但官员预计很快会有结果 双方呼吁尽快取消关税 强调贸易战没有赢 为了压抑在40年高位的通胀 美国考虑放宽部分上任总统特朗普 时期向3千多亿美元中国货加征的关税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明 已经向总统拜登汇报分析结果 预计他很快会有决定 但同意即使减免关税 也不会令通胀大幅降温 强调主要目的是帮助消费者 减轻在部分家庭用品的成本 认为仍然有理由这样做 最重要是任何行动 都不能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 雷蒙多早前提到 降低单车和家庭用品的关税是合理 拜登在特拉华州踩单车时 就强调需要进一步讨论 现在未决定是否宽减关税 中美之间仍然有不少争议未解决 例如企业财务审计 彭博上星期五引述消息说 双方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 正是继续完善协议草案 但会计抵稿的编辑范围仍然是主要障碍 美方一直要求必须查看完整的抵稿 否则根据美国法例 当地上市的中国企业 最快后年开始可能被强制除牌 路透上星期五也引述消息说 美国积极讨论禁止出口製造 14纳米或以下的先进晶片设备去到中国 可能影响中心国际等技术发展 但容许继续生产较传统的晶片 避免影响供应、推高物价 中方一直敦促尽快取消全部关税 强调在全球通胀高企的形势下 做法有利中美两国和全世界 贸易战和关税战都没有赢家 又反对打压中国企业 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合法权益 在财务审计方面 和美方初商已经有积极进展 正是致力形成具体合作方案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天报道 英国外相卓卫斯宣布各族保守党党灰 和不少表态有意各族的人一样 卓卫斯大打经济牌 承诺若果成为首相 将会在上场第一日减税 并立即行动协助民众应付不断增加的生活开支 除了卓卫斯之外 确认竞逐保守党党灰的 还有现任财相查贺礼 前财相申伟成 前卫生大臣贾卫德 前外相侯俊卫 检察总长柏匪文 和运输大臣夏博斯等等 保守党国会党团1922委员会 星期一将会公布选党灰的时间表 英国《惠报》引述消息说 由于有意各族党灰的人数更多 1922委员会可能会提高提名门槛 由至少8个议员提名 增加2倍至25人 以加快淘汰程序 根据规定 保守党国会议员将会先进行投票 直到将党灰候选人淘汰至剩2人 再交由全国党员邮寄投票 报道说提高提名门槛 有助令新一任首相最快8月底诞生 无线电视机者梁明山报道 日本参议院改选在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迟的阴霾之下 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大胜 维持参议院过半优势 连同其他支持修宪的党派 保住动以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 首相安田文雄说 选举之后会致力振兴经济 日本参议院选举星期一凌晨宣布最后结果 自民党总裁兼首相安田文雄 在东京党总部公布性选的党内候选人 由于前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星期五月食身亡 今次未有像以往用红花 而是改用粉红色小花球标示当选人 安田文雄强调 选举作为民主的基础 不会被暴力动摇 又说执政联盟在选举之后 会致力改善民生 共同社报道 今次选举投票率大约52% 参议院248席入面有一半即124席改选 加上城内村院一席补选 合共涉及125席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执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民党赢得76个议席 比改选前多7席 连同不用改选的70席 已经肯定维持参议院过半数优势 争取修宪的执政联盟 连同在野的日本维生会和国民民主党 目前已得到177席 多过动议修宪门栏所需的166席 自民党一直继续推动修改宪法第9条 即是和平宪法 确立智慧队地位 但有分析认为 修宪应该经国会充分审议和讨论 不应该在悼念的气氛当中匆忙推动 无线电视记者软明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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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于中环交易广场的日本总领事馆 有人首持鲜花道场 不少是在港的日本侨民 总领事馆一年两日 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切钓研冊 日方也切电子板钓研冊 接受以电邮方式签名